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课题开灾节 开灾节已经过了两天 过了三天应该是 今年的开灾节本来是5月3号的 然后突然间5月1号的晚上啊 然后突然间宣布是5月2号 所以他们就提早一天就开始过开灾节 为什么有这样呢 是因为一开始呢 一开始是沙特阿拉伯那边是先宣布先的 沙特阿拉伯然后呢 UAE那些中东国家也是跟着了 然后后来马来西亚的那个观测站呢 新闻的观测站有看到 有看到那个月亮的一个 看到一点点月亮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OK 提早一天咯 好 开灾节呢 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那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 好 OK 这边呢 是一些常识 OK 我们都知道呢 伊斯兰教呢 是世界上第二大宗教 OK 而且呢 是最快 growing fast的 最快成长的宗教 所以呢 他是你看呢 这个是2015年了 2015年红色的是穆斯林了 OK 24% 全世界24% 好 在过多45年后呢 就31%了 他们成长速度很快 毕竟呢 主要是中东啊 或者是印尼啊 这边那些比较大的国家 他们就人口增长比较快了 好 Christian呢 是目前最大的宗教 基督教 可是呢 过了45年后了 还是保持在32% 只是多他1%了 如果你再拉长一点了 他的 projection呢 就是 是穆斯林肯定会超过Christian的 OK 在可能50年后了 好 其他宗教呢 是开始进入 怎样讲啊 就是 他们的成长呢 就会进入负成长 就会减少 人口减少 你看这个是无宗教信仰者 然后这个是信都教 佛教 然后呢 一些是传统宗教等等都会减少 好 说目前呢 OK 就是目前的 目前就是最多的是Christian OK 我们知道Christian 有分成几个 几种的那个教派 比如天主教Catholic 最大的Catholic 南美洲那边很多 然后那Protestant 就是美国啊 西欧 那Orthodox呢 是东正教 比如 东欧啊 乌克兰啊 俄罗斯那边 OK 所以33% 穆斯林排第二 穆斯林有分成两大宗派 OK 一地最大的是那个 遜尼派 遜尼派 占待80% 马来西亚是遜尼派的 比如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 这些国家 埃及是遜尼派的 另外一个呢 系统20%是什叶派 什叶派 什叶派是伊朗 主要是伊朗那边的 伊朗啊 伊拉克一点点的 伊拉克也是有的什叶派 好 不过呢 是少数 可是这两个宗派是不合的 他们是互相有爆发过战争的 好 其他呢 是印度教 在印度比较多 印度人口多吗 好 佛教呢 就是比如在泰国 马来西亚也有了 华人啊 日本啊 韩国那些 好 其他宗教 以及无性两者 ok non religious 好 这个是一个常识 好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 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口的分布呢 ok 穆斯林人口分布呢 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 第一个呢是北非跟阿拉伯 ok 这个是北非 好 非洲呢 分成两个地方 一个是沙哈拉沙漠以北的地方 叫做白非洲 ok 如果沙哈拉以南的非洲 就是黑色非洲 Black Africa ok 上面呢是北非呢 他们属于阿拉伯人来的 ok 阿拉伯人的非洲人 啊 这边他们是讲阿拉伯话的 非洲比埃及啊那些 他们是皮肤很白的 好 然后下面这边呢 到这边呢 苏丹 一半的苏丹 有个国家是苏丹的嘛 苏丹 ok 这国家后来他分裂了 几年前 南部叫南苏丹 南苏丹 苏丹 苏丹 苏丹呢是Christian为主的 他独立了 所以北苏丹呢 就原本的苏丹 是Muslim的 好 所以呢这边呢 全部呢是 阿拉伯人为主了 然后再加上阿拉伯半岛 这边土耳其 然后这边 伊朗 阿富汗 然后呢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的北部 然后呢这边呢 进入中国的这边 新疆 就是维吾尔那边 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啊 然后啊 中亚啊这些 巴基斯坦 那几个 几个斯坦共和国啦 这边 俄罗斯那边 这边呢 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边呢就是 这边这个就是 伊斯兰呢 在过去1300人 他们是 通过不停的扩张 就这么大 然后呢 包括 欧洲的东部 比如波斯尼亚 阿拉伯尼亚 然后呢 科索沃这些地方 他们是主要 伊斯兰家为主的 穆斯林 懂一小部分吧 然后呢 至于呢 非 印度的另外一个部分 这边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然后这边是孟加啦 以前呢是叫做 巴基斯坦一部分 后来他独立了 不要孟加啦 这边也是 穆斯林为主 当然 包括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呢 印尼啊 ok 这一块呢就是 以海岛为主 好这边呢是通过 传教 传过来 在毛甲王朝的时候呢 就改姓成伊斯兰教 ok 可是呢 印尼啊 是世界上最大的 穆斯林国家 ok 有两亿多人 ok 所以呢这边虽然是很小啊 可是它是最多人的 好 基本上呢其他地方呢 就很少 ok 基本上它传不出了 不过 因为大量呢 比如之前呢 三年前呢就爆发那个 叙利亚内战 这边打仗啊 所以很多难民啊 全部逃去西欧 逃去法国 德国这边 很多 所以呢导致呢 他们的 穆斯林人口有越多了 然后他们在那边就定居了 越多人 ok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 整个世界上 整个地球上呢 穆斯林的分布的人口 主要在这几个地方 ok 好我们看回去呢 这个开灾节 所以开灾节呢 肯定是穆斯林最重要的节庆 如果你有马来的朋友 或你有邻居的马来人 或你在中学 马来的老师 你们知道啦 他们是 大肆庆祝 好这边有几个图呢 可以看到 主要呢第一个图呢是 那个国家回教堂 国家清真室 National Boss 他们呢 会在那边做 祈祷仪式 这是最重要的 ok 就是第一天呢 还乱了第一天 会去祈祷 会念经 然后呢这个呢 他们会点 点一个 一种火的 一种油灯来的 油灯 煤油灯 那种油灯啊 他们一点了 过后插在他们的院子那边的 这个算是一个习俗啦 然后呢会open house 然后呢会一个一个向父母请求原谅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仪式 然后呢请求原谅了后呢 父母会给他们一个 然后呢 对 类似的 这个轻包 然后呢也会挂一些装饰啦 ok 跟我们华人新年一样 会挂一些装饰 这是葛珠巴的装饰 好 可是呢 开灾节是 不行最重要的节日 那么请问 开灾节是不是他们的新年啊 是吗 不知道 ok 很多人讲 哦 马来人过年过年 马来人过年了 其实 这个不是他们的年来的 ok 这个只是一个重要的节庆 当然我们讲过年的 只是一个俗称啊 他们很热闹 就是我们过年的 可是呢 开灾节呢 就 不是他们的新年 ok 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这个要知道啦 不要讲哦 他们过年 他们是 跟过年一样 热闹 可是他们不是过年 他们 他们好像过到 好像跟我们一样过年的热闹 可是呢 开灾节呢 就不是 穆斯林的新年 ok 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 时事一定要懂的 好 为什么呢 其实呢 因为我们看一句 伊斯兰热利啊 好 伊斯兰热利也12个月 ok 第九个月呢 是 Ramadan 就是我们俗称的灾戒月 ok 灾戒月 叫Ramadan 整个Ramadan 最神圣的月份 是Ramadan 好 然后呢 十月 一过完Ramadan 十月一号 就是Shawah 就是开灾节的月份 所以他们整个月啦 都会庆祝的 Shawah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战胜了那个欲望的日子 Ramadan呢 要 灾戒嘛 不能吃不能喝 就很多 要禁止的欲望 好 所以呢他们的庆祝开灾节啦 是一个月的嘛 我们 我们15天吧 就是元宵到元宵15天 然后一个月整个Shawah呢 都是他们的很大很大月份 一个月呢都可以看到Open House Open House啊 去吃啊去喝啊 就很开心 好所以呢 这个是伊斯兰的日历 Islamic calendar 好 他们呢是全 阴历 完全用阴历的 没有阳历的 没有太阳的 他们只看月亮 好 他们只看月亮 他们完全呢是 不理太阳的那个运转的 好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当时候呢 伊斯兰是源自于阿拉伯 阿拉伯呢 是沙漠来的 阿拉伯呢 就很日的 好 比较 不像中国呢 有春夏秋冬 较明显 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离春天啊冬天的不同了 所以他们只是 只看月亮 OK 所以呢这个全盈利 所以他们是看缩望月的 OK 缩月呢是 没有月亮 new moon 望月呢是full moon 圆月 所以呢如果你读科学的话呢 你只要一年 一个月呢有大概 30到29 不 一个月呢 每一个月亮啊 绕地球大概30天 29天啊 OK 29天或30天 所以呢 12个月亮绕地球转 就等于 354天 OK 他们一年呢 就只有354天 罢了 不像我们的 呃 什么啊 就是阳历呢是365天嘛 就是一年 然后一年354天 好 所以呢我们看呢 第九个月呢 是灾戒月 Ramadan 啊 如果你 你在学校你看到的啦 当时候呢是没有开的 scantin可能没有开 啊 然后呢 买老师啊 买同学呢 他们就 不吃不喝 从日出开始 就是从 dawn to dus 从五点半 早早 啊 太阳一出来 就不能吃了 啊 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吃 出来就快点吃吃饱饱哈 啊 一出来 然后呢整个白天 就阳光存在的那个时间啦 然后阳光呢 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呢 才可以吃 ok 其实还蛮长一下的嘛 大概14个小时 因为呢 马来西亚是测到国家 很长 如果 在一些 北 怎样讲啊 北半球国家呢 可能 阳光比较短的话呢 哦就可以咯 比较好运咯 啊 就可能 比较短的时间 啊 如果是 掉帆来啦 一些阳光比较长的时间呢 而且二到比较长 ok 当然他们不觉得是很痛苦啦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 让自己呢 提升的一个方式 ok 自我约束 ok 所以呢 在那时候呢 就不能吃不能喝 ok 很多地方的东西啦 不能骂人 不能做坏事 ok 啊 不能有那种欲望啦 色欲啊 那些东西 食欲色欲不能 ok 不能心防 而且都不能 ok 所以呢 施舍 要做施舍咯 ok 啊 要做好事啦 好然后呢 就不要打架 或者是给人给人骂的时候呢 要去忍受 ok 不过呢 是从这个period到这个period 一过七点的话呢 就恢复 恢复了 然后就可以吃可以喝了 好这个呢 这个呢 是他们的施劫月一个月 从日出到日落 好所以呢 终于施劫一个月过呢 就到开施劫 叫做 shawa 第一天 好 shawa呢 是第十个月 ok 他是第十个月 懂吗 十月shawa 所以他不是新年啊 他不是新年 他只是 另外一个月吧 而且这个是施劫月的结束 好所以呢 他是十月一号 一生日十月一号 好 这时候呢 他们要去祈祷 去念经啊 去拍清包 或者去扫墓 好 他们可以在可以在 这种 他们就可以去扫墓了 不像我们是 清明节扫墓嘛 我们过年是不扫墓的 对不对 他们呢就是全部 集中在开斋节这一天 去做这些比较 有意义的事情 ok 或者是拜访 互相拜访 清藤其友 都会在 这一段时间去做 ok 整个shawa 整个shawa呢都是 好像庆祝的这个月份 ok 好 所以讲回去这一个 开斋节了 ok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 一个很有特别 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呢 开斋节呢 每年呢 会早 大概11天 有没有发现过吗 可能没有去注意 放假ok了 不管几时 只要放假ok了 好 其实呢 以前我开始就注意到我的 因为以前呢 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开斋节呢 是在年尾的 大概11 二月这样子了 后来呢发现有一种好像就越早了 每一年的不一样时间了 越早 好的确呢 每一年呢都会早11天 好 好 今年是5月2号 好 明年呢 23年呢 就是4月21号 后年4月9号 ok 2025年已经到3月了 ok 26年3月19号 27年3月9号 28年26号 29年2月24号 情人节 准准 30 2030年呢是2月4号 2031年呢是1月24号 所以呢 9年后呢 9年后啦 就你们大概20岁了吗 21岁了 也不是哦 22岁了 好所以呢 你们22岁的时候呢 当时的开载节呢 已经是落在1月 1月尾了 现在5月 再过多9年就1月了 好 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因为他们的一年呢 是354天 他们的年呢 比较短 他们的年比较短 然后呢 我们现在西里呢 就是那个 现在的阳历了 比较长 所以比较短的情况下呢 他们就一直比较短哦 这个比较长 所以呢 他们就会每一年呢 就提早 提早11天 有那个差的嘛 明白吗 这个明白哦 这个这个数学题了啦 就是他们比较 比较快挂一年 比较快挂一年了 然后呢 他们就比较早就第二年 然后呢 就是就是变成一个 鸡死了一堆样子啦 就慢慢越来快 越来快 最后呢 快了一整年 就快一年了嘛 ok 好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每一年呢 为什么每一年呢 开在街呢 会越来越早呢 这个原因啦 ok 因为他们是看月亮的 我们不看太阳 然后我们的西里 就现在的西里呢 就看太阳罢了 ok 好 所以呢 你发现呢 到他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会不会出现一个 一个很热闹的情况呢 会 就是我们俗称的 公西里亚 ok 公西里亚呢 就是 很热闹的 我跟你讲 30年一次罢了 30年会一次 那是我记得 我小学的时候啦 大概六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的了 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啦 九几年 他们会大概有三年 好 所以呢 公西里亚呢 就是 农历新年呢 跟开在街呢 撞在一起 几乎呢 是隔一天而已 然后呢 你可以讲 你看啊 现在Rion呢 已经是很塞车了 你要想象一下 大概七年后 你看 2027年 三月嘛 他提早 到二月 然后我们的新年 我们的农历新年呢 是不会变的 他fix了的 一月到二月之间的 所以呢 这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差一个月 还差一个月 看这个准准是 差一个月的 一个月 好 可是到2029年呢 情况不一样了 Rion呢 二月十四号 二月十四号 农历新年呢 二月十三号 一天差一天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想象啊 你是觉得很塞车是 七年后呢 他的塞车乘二了嘛 再加上人口越多啊 可能超旧地塞车 那你去Satiawan呢 可能用一天的时间了 乘二嘛 去其他地方呢 就全部乘二了 那是不用坐车了 直接搭飞机去 比较好 所以呢 这三年呢 连续三年 都是 叫做公信Rion 公信呢 是公信发财 当然 这个公信呢 也可以读成这个公信啦 就是 分享的意思 就是 互相share那个Rion 所以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很 马来西亚呢 很有趣的 或者是 你马来西亚三大明珠嘛 就是 华人买人 就很多人嘛 所以呢 就是这三年呢 会 撞在一起 就 他们过开在街 他们过新年 然后呢 大家很开心 OK 然后呢 很热闹 然后全部都做工 OK 就是大家就 happy啦 所以呢 一直找找找找 找到 13号了 然后 华人呢 就 变成2月11号 到时呢 就没有公信Rion 他们越来越早 怎么 找到去Christmas 就跟Christmas公信Rion 找到去迪巴巴利 就迪巴巴巴利 OK 所以呢 不过呢迪巴巴利跟Christmas 就比较小的Rion 比较小的节日 所以呢 华人新年 跟买人的Rion 撞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 很热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啦 过了七年罢了 你可以看到呢 到处都是人 好 OK 所以呢 讲回去呢 新年 minus新年呢 是有的 OK 13号新年呢 是有的 OK 他们就是第一个月 他这个第一个月呢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庆祝的了 只是放假不了 可以有念经啊 谁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不是一个很荣重的 不是一个很大的节日 不是我们庆祝新年 他们新年呢 只是一个很小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庆祝的一个节情 就是他们的阿瓦 Muharram 可能会去念经啊 会有宗教活动 OK 这个是他们的新年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让大家呢 就 认识一下 我们的穆斯林同胞 他们的 开在节 是怎样过的 OK 好 我们的方案第八课 会讲到 伊斯兰教文明 到时呢 也会跟大家讲一讲 伊斯兰教的 历史 他们的文明的兴盛 OK 好 这个大概呢 讲完了